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G20峰会 川习会 马上就要登场 香港反送中抗议者6月26号 向19国的驻香港G20成员国请愿 呼吁他们关注香港的政治动荡 当晚8点 民阵在爱丁堡广场举行了名为自由香港的集会 在国际大使前继续向北京施压 来自香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但是对中共来说 这还只是其一 前天 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第15次会议上就发出了警告 动摇中共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 中共向来是缺啥喊啥 七一前再发严厉警告 很可能意味着中共各方面的危机 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所以外界认为 中共现在已经是击中难返 尤禁灯枯了 习的讲话表示 说中共要求人们的拥护支持和长期执政 必须不忘初心使命 并且还说违背初心 动摇中共根基的危险是无处不在 要严加防范等等 北京没有说初心是什么 不过大家知道马克思说的很清楚 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消灭阶级 消灭私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 那从这些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共是在努力的保政权 希望长期执政 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铁打的江山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君王皇帝都喊万岁 可是谁也没有万岁 因为朝代的更替没有谁能阻挡 北京在年初就高喊 预防七大风险 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 那这次讲话 严重度是显然超过了那次 法广指出 习近平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讲话 绝非空无所指 大家知道 贸易战给北京造成的压力那是相当的大 一年来的贸易战冲击下 中国经济出现了李克强所说的断崖式下跌 从贸易战开打 美国已经对将近一半的中国出口 到美国的商品加上了25%的关税 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程序也已经启动 就看几天后川习会会谈的情况 如果两方不欢而散 那美国很可能就要实施这部分关税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昨天公布说 中国多个消费数据都在放缓 上个月 乘用车的销量是按年递减了15% 住宅销售也比前四个月有降低 《华尔街日报》引述经济学家指出 房地产是中共最重要的产业 房市减弱将会波及到钢铁和家电等几乎每个行业 那在高关税下 外企都在撤离中国再继续发酵 苹果已经要求它的主要供应商把15%到30%的产业移除中国 谷歌也准备将NAS的恒温器和服务器等移除中国 法广估计 大约有400家的美国企业都要撤出中国 此外还有韩国的三星 LG 现代汽车 企亚等等都要撤资避险 那外企这些大厂可以撤离 本土企业没有这份实力 所以大多只能眼睁睁看着企业倒闭或者称为僵尸企业 日媒曾报道 3月份以前已经有500家的企业倒闭 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业 那纸箱行业就直接反映着制造业的景况 维吾尔斯中文网报道说 今年第一季度 纸箱业的需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低迷 这个跟制造业息息相关的行业出现萎靡 那只能证明一点 制造业的景况不好 没有产出当然也就不需要包装业了 那失业者腰包鉴别 花钱就不得不节省 我们知道美国超市两美元一磅的车离子 也叫美国樱桃 现在已经成了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 大陆网络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车离子自由 这句话直接反映着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车离子都成了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 《华尔街日报》指出 如果川习不能很快缩小贸易分歧的话 那么中国消费降温会更加明显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所以有不少体制内的有识之士 都希望习近平能够跟川普会面尽快指战 避免中国的经济遭受更大的冲击 可是这样那只有北京做出让步才能实现 因为美国匿名官员是这么说的 华盛顿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 不会为美中峰会做任何让步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共官媒 却是高调的批评美国 矛头还指向了国内的那些投降派 批评他们说得了软骨兵 川习会前 中共官媒的这种论调 我们很难确定是不是北京当局的意思 同时中共学者还拿出一份数据 意在说明北京没必要向华盛顿让步 所以外界对川习会的期待值并不高 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可能最好的结果就是促成谈判恢复 然后是边打边谈 但这样那会使中国经济更加的糟糕 随着贸易战时间拖长 中国经济还能硬挺几天呢 外界对川习会不看好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是川普可能要提到香港的人权问题 大家知道 中共命令港府审议逃犯条例 接连引发全港大规模的抗议 招来国际社会对它的关注和批评 这是中共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最大的黑天鹅 六九百万大游行 六一六两百万加一大游行 港人的怒吼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表示 为香港的处理 就在这种强大的民意和国际压力之下 港府让步了 纽约时报指出 其实这是北京当局一次罕见的挫败和让步 但是我们看到港人的抗争没有止步 除了今天的请劝集会 几天后的这个七一大游行 可能会更加的声势浩大 如果不出意外 人数可能会再创新高 那港人的抗争让台湾人也意识到 如果他们不努力 台湾就会变成现代的香港 所以台湾朝野越来越坚决的抵制中共 拒绝一国两制 那更让中共担心的是什么呢 港台民众的这种抗争 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形成一种蝴蝶效应 本来中国各地民众抗暴 就已经是风起云涌 只是没有形成整体 那一旦民众抗共抗暴 全国连成一片 中共很可能要被送进坟墓 时事评连蓝述指出 北京现在面临着国际国内多重压力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 哪一方的压力都可能造成中共的塌方 因为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